俗话说,男人只要胆子大,女鬼都得放产假 男子只因和朋友玩真心话大冒险 便作死跑到公墓和死人一项拍照 可他光拍照就算了 看见遗像上的女孩他还说了一句 要是能做我女朋友就好了 可没想女鬼就因此缠上了他 男子名叫傅杨,本是一名普通大三学生 可这天他为了在女神面前显示自己胆子大 便答应来到学校后山的公墓找一张遗像合影 可当他刚拍完照片发在群里 身后突然刮来一阵雨风 刚点燃的蜡烛也瞬间熄灭 这顿时将他吓得撒鸭子就跑 可还没跑多远 他就发现前面有个身穿白裙的女人 差点把他的小心状给吓了出来 但随后他还是鼓起勇气走了向前 小妹妹,你怎么大晚上的来公墓啊 要不要哥哥送你回家 听后白衣女子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传来一声轻笑 你想要送我回家,我家就在你的后面哦 话音刚落,那女子突然抬起了头 随后只见月光下映出一张惨白的脸 长长的舌头从嘴巴里面掉落出来搭了着 于是我们的富洋同学非常配合地大喊了一声 你马鬼啊 然后一口气跑了足足有十分钟 可跑着跑着他就感觉到不对劲 等仔细一看 自己正扶着一块墓碑 而且上面的那张遗像越看越熟悉 这不正是自己之前合影过的那个妹子 刚刚正在追自己的女鬼吗 而此时他身后也传来一个声音 你倒是继续跑啊 不跑的话,会被我吃掉的哦 小弟弟 听到这话他不有感觉当下一两 什么,被吃掉小弟弟 这女鬼还是一个专吃男人小弟弟的超级色谷 当即吓得他惊肯大喊一声 双手赶往捂住当步 屁滚尿流头也不回地朝公墓大门跑去 可等又跑了十几分钟 他发现自己好像一直在原地赶转 一回头 就能看到那可怕的女鬼坐在一块墓碑上晃荡的双脚 这瞬间让他绝望起来 自己现在还是一个纯情小重男 难道今晚就要交代在这里 可情急之中 他突然想到以前好像在某本书上看漏幕 说童子尿是可以破出鬼屋的邪法 所以他不再逃跑 转身面对女鬼就开始脱裤子 本来那女鬼还在悠闲地坐在墓碑上 看着富阳突然开始脱裤子 苍白的脸上居然浮现出一丝红韵 呸得唾了一口 下流 流氓 富阳心想骂泪的蛋 你一个利鬼还在乎这个 你刚才不是还想着要吃掉我的小弟吗 女鬼听后更是生气地从墓碑上向富阳冲来 而此时 本来富阳已经把小弟弟给抛了出来即将开尿 可谁知道他高估了小弟弟的勇气 抬头一看飞过来的女鬼 当即就把已经到了门口的尿印生生地憋了回去 眼看女鬼无非发亮的指甲就要抓向自己的小弟 他突然又想到一个避邪去鬼的法 好像中指血也可以避邪的吧 可等他把中指放进嘴里之后 却怎么也下不去口 可看到女鬼逐渐靠近的声音 他猛地鼓起勇气 一口咬了下去 随后对着女鬼喷出一口老血 瞬间喷在了他的脸上 就连胸口也沾染了不少 然后只见一股古怪的白烟就生腾起来 与此同时 鬼打墙好像也解除了 富阳顿时喜出望外 操 有效果 于是一股脑子就往山下冲去 等到终于跑出公墓大门 他有种从鬼门关里逃出来的感觉 但富阳不知道的是 在他朝着公墓大门疯跑的时候 漂浮在后方的女鬼董维可伸出了鲜红的小舌头 嘿嘿 不但姓名知道了 刚才又在公墓里答应做我男朋友 现在连本命精血都给了我 这辈子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等他回到家中 惊魂未定的他决定先洗的早领静冷静 可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有你的快递 你才有快递呢 你全家都有快递 富阳下意识地回答 因为他最近根本没在网上买东西 可话一出口 他立刻就感觉浑身汗毛一长 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到天灵盖上 那敲门声是从外面敲卫生间的门啊 我明明把外面的大门反锁好了 而且那声音 分明是个清脆的女声 下一秒 卫生间的门自己打开了一条缝隙 一只纤细苍白的女人手从门缝里面伸了 富阳脑袋翁的一下直接努力 绝对是从西山公墓跟过来了 他已经吓尿了 运势本来就不大 现在唯一的出口也被女鬼给占了 根本无路可逃 别吃小弟 给我留个全尸吧 不得不说富阳的脑回路构造的确比较气贺 在这种时候还想着刚才听的那句恐怖 可大叫了这么一声之后 他却发现女鬼的手消失了 而且卫生间门好好地关着 好像刚才发生的恐怖景象只是一场患者 他不由怀疑难道是自己平时撸多了出现患者吗 随后鼓起胆子 小心地推开门走了出去 等出去之后发现没有异常 他紧张的心这才放松下来 就扔掉身上的浴巾 随手拿起床上的一件衣服准备穿 可下一秒他就感觉到不对劲 不对 这衣服怎么是女人的裙子 他吓得一哆嗦将裙子丢在地上 这时他的头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怎么 嫌我的裙子不好看 傅杨顿时感觉血液都凝固了 恐惧地抬头一看 然后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 原来那个叫做董维可的女鬼 正穿着一身白色短裙 坐在电风扇的扇叶上 像葬鞦韆一样晃来晃去 随即傅杨脚一软 一屁股坐在地上 脑袋里面不断地闪过 今天死定了五个大子 而那女鬼看他不跑 便轻飘飘地飞到他的身边 还伸出一根手指挑起他的下巴 小弟弟 乖乖 老老实实地听话 否则姐姐就吃了你 说完女鬼嘴一招 一条小香蛇还在嘴唇边填了填 不得不说 近距离傅杨发现这个叫董维可的女鬼着实飘了 就连身下的小弟弟有些不太老实了 他心里痛苦地哀嚎 日啊 真是扯淡啊 我怎么会对一个恐怖的女鬼有反应 而这时女鬼董维可好像也发现了他的反应 那围了条玉金的下体位置居然被顶高高的 流氓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硬核的男人 别人看见鬼都是吓得大喊妈妈救命 而他看见鬼却是直接起了反应 简直就是秋生转世 而那女鬼见了傅杨下面的反应之后 脸色顿时一怒 本来美丽的脸孔开始变得惨白 傅杨本来还坚挺的小弟弟瞬间就吻了下去 心里不由泪流满面 小弟弟这么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的恐怖 以后不会吻了吧 想到这里 他直接愤怒大喊 你到底要怎么样 要么你直接吃了我 可这时董维可又归附了美女的模样 很简单 叫我女王大人 从此以后供奉我 我便可以饶过你 随后在一人一鬼的一番商量下 董维可这才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了 可等他刚走 傅杨就恶狗忽视一般冲到电脑前面去 打开某宝在搜索框里面输入 抓鬼 道士 曲鞋等关键词 没想到还真的弹出一些相关网络 他果断选择直接下单 不一会儿 只见一个身穿青色道口 看起来就是那种八九十年代 香港电影里经典的 抓鬼抓僵尸的道长走到他的身前 傅杨心中顿时感觉稳了 于是赶紧热情地走向前去 李道长 总算等到你了 而那道长一副很酷的样子 你就是傅杨 不必多说 直接带平道去你家 捉拿那骇人的厉鬼便是 平道必定让其魂飞魄散 于是等两人到了出租屋 只见那道长拿出三张黄色符纸 接着就怒目圆征 抱贺一声 急急如律令 三清在上 将这骇人的女鬼给我拒来 这声音一起 房间里面还真的就起了一阵阴冷的旋风 吹得傅杨几倍发凉 而且还伴随一种好像哭声一样的声音 听的人直起鸡皮疙瘩 傅杨顿时觉得不可思议 难道那女鬼真的被拒来了 随后他脑中不由想到 那女鬼正常状态时候美丽的笑话 可笑起来时候那种纯真又带点脚匣的感觉 竟开始有点同情起那女鬼 而此时那道长更是在屋子里面四处飞快奔走 手里的浮沉不断挥舞 下一秒 傅杨就震惊地看到 那道长手中的浮沉明明是打在虚空之中 毕竟自己是第一次亲眼看见道士抓鬼啊 等就这么闹了三五分钟 李道长这才停了下来 然后做了个酷炫的收工动作 平道总算不负厚望 已经消灭了这只女鬼 傅杨听后喜出望外 李道长法力通天真是厉害 我马上就给你钱 可当他正准备掏钱之事 屋子里面居然又莫名地起了一阵阴冷的炫风 就连桌子也咔嚓一下从中间裂开 变成两半倒在地上 两人顿时被吓得颤颤发抖 而这时空中也传来一阵 鸣鸣般的清脆笑声 小弟弟 你胆子挺大吗 本女王下达的命令你不但不遵守 还敢找道士来抓我 然后就是啪啪两声脆响 李道长的老脸上 立刻出现了一道红红的手掌衣 傅杨顿时吓得一屁股坐在床上 妈的 网上找的道士 真贪娘的不靠谱 而之前还故作清高冷望 一副我是高人我牛逼模样的李道长 此时已经吓得面无人色 整个人都在发抖 没骨气的道士直接就给女鬼跪下 一把鼻涕一把泪 这位仙女我老李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 您大人有大量就把我当一个屁给放了吧 可女鬼懂为可却没打算放过她 如果道歉求饶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嘛 你现在头顶内裤到外面操场上裸奔二十句 边跑边大喊我是变态我边放过你 李道长听后脸色一眼 刚想继续求饶便解 女鬼趴地打了个响指 他双眼突然变得呆直 然后一把撕碎自己的道袍 嘴里喊着我是变态我要裸奔的字眼 欢快地就跑了出去 一旁的傅阳看后不有感觉头皮发麻 这个女鬼生前绝对狠狠 可就在她还在为李道长的悲惨结局 而略有同情时 那女鬼直接风情万种地向她走过来 这瞬间吓得她赶紧求饶 仙女姐姐饶命了 都怪我听信了那老家伙的谱 所以才 可还没等她说完 女鬼直接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傅阳一下就摔了个鼓吃屎 随后女鬼这才说道 我说了 让你叫我女王大人 只见她那张精致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傲气 很有预解法 是是是 女王大人我错了 我明天立刻就给你做好排位 供奉最好的香辣纸钱和瓜果 听后女鬼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 再次化作丝丝缕缕的雾气消失了 而裙下的余光也再次被傅阳看得清清楚楚 但随后她便冷静下来 从明天起就要听从这个女王大人的命运 可自己现在根本没有收入 所以只能去学校平台找找兼职挣钱了 等度过了心惊胆战的一晚后 顾阳第二天一大早就在学校平台上找起了兼职 可找来找去 都是一些钱少而且还很累的工作 就当她快放弃之时 她突然发现了一个兼职 校医院夜班执勤门位 晚十点到早六点 三百块一次 她不由地感觉这绝对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 然后趴地一下扣上电脑 带着学生证就直奔校医院而去 可等她到了校医院之后 发现居然没人排队 她深感疑惑 这么爽的兼职 还是校内的 居然这么冷心 但随后她便高兴起来 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和她竞争这份工作了 但当她将头探向后勤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里面竟然没有招聘的人 就在她有些疑惑之时 突然感觉身后好像多了个什么东西 顿时浑身汗毛一炸 差点没下地大叫一声 等回头一看 就看见一张面无表情的死人脸站在自己身后 如果让你去太平间睡一晚上就给你十万块 并且只能带一样东西 你会选择带什么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 到了晚上九点半 富阳和白班的老头交接了之后 便拿出早上提前下好的电影和小说 准备度过这无聊的遗影 等她看完一部电影之后 发现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二点 她便拿上手电筒准备出去巡逻 晚上的天气有些微凉 夜风一吹 她顿时感觉有点寒冷 而医院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人们在这里出生 也在这里死亡 她既是人一生的起点 也是终点 所以大多数人都对医院有着莫名的恐惧 但富阳是谁 为了博女神一笑连公共都敢去 更别说医院了 只不过因为的确在目的遇到了过 这让富阳对阴阳之士多了些敬畏之心 晚上一个人巡逻的时候 心头多少有些发虚 而且最坑爹的是 她一路上都能从每个角落 欣赏到医院的太平间 可就在她怒骂是哪个王八蛋 当初设计的医院之时 突然 前面草丛中传来一阵声响 紧接着她就看见一个黑色人影 刷的一下从小腿高的草丛里面跑 竟直接撞开了太平间的大门跑进去 富阳顿时心头猛然一震 这么大晚上的 是哪个变态会跑进太平间去 可这时她脑中突然想到 之前自己看报纸时 说有些医院太平间里 刚死不久的尸体 莫名其妙少了内脏器官 后来发现是医院人员坚守自保 和贩卖器官或喜欢把玩人体器官的 变态犯罪补质和 放他们进来盗取尸体器官 所以为了工作 她不得不进去查看一番 等她刚到门口 低头就看到地上有个非常明显的逆境 她不由松了口气 有脚印说明这是活人 自己学过几年散打 自信对付两三个活人问题不大 随后便从虚眼的门走了进去 可等刚进去 她就感觉一阵阴冷气息扑面来 太平间里非常昏暗 灯泡还不断闪烁 停尸房中间区域是一排排整齐的尸床 有的空着 有的则摆着盖上白布的死尸 靠着墙壁两侧的则是尸体冷藏柜 上面挂着纸条 写着尸体的个人信息和编号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 她总感觉这太平间里 泥漫着一股朦胧的雾气 果不其然 下一秒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她到处查看之时 突然发现她前方不远处的 那个停尸床上面 本来有一具白布盖着的尸体 但现在却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明明刚刚还在床上 才一眨眼的旧功夫就消失不见了 难道真的见鬼了 她心里顿时打起退堂鼓的 很溜了 可刚准备转身离开 后面突然传来嘎吱一声 紧接着一声大响 那本来虚掩着的门 突然一瞬间居然自己关上 她的冷汗刷的一下全下来了 可还没等她有所苦 这时又有一只冷冰冰的手 从旁边的黑暗里趴的一下 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顿时吓得她感觉心脏都快停止下来 可等她鼓起勇气转头回来之后 却发现自己身后空荡荡什么都没有 她顿时愤怒的破口大骂 什么鬼 出来啊 看小爷布一刀捅了你呀举花 尼玛有种就让这里 全部的死事都来干完 可这也喊不要紧 她身后停尸床上躺着的死事 居然真的全都坐了起来 动作缓慢而僵硬 下床慢慢朝她逼近 有缺胳膊少土 有脑袋少了一半的 有浑身烧得漆黑的 简直就跟开了个化妆舞会一样 可这时大门已经被锁上了 她感觉自己可能要凉凉 但下一秒她却灵机一步 回头对着这些尸体比例的停止动作 在尸体猛逼的一瞬间 她仿佛麦克杰克逊附身一般 一个华丽而优雅的动作 轻松躲过了尸体的报道 这个男人有多牛逼 上一秒还被死尸追赶 下一秒就和女尸跳起小舞 并且一个媚眼 还捕获了女尸妹妹的芳心 可这也引来了 另外两个男尸的极度 就要让她领会领会 单身死尸的愤怒 见此情景 傅阳为了保命 正前方式跳了出去 随后一个成鱼落雁式空转旋转 准确地撞在下面的墙上 但还没有等她喊出那个痛子 后面的死尸已经追了过来 黑暗的夜色中 一个人在前面拼命地跑 一大群死尸在后面拼命地追 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形 但跑着跑着 傅阳就发现前面没有路了 而是一片黑乎乎的荒废人工 但此时身后的死尸已经越来越近 没有办法 她直接扑通就跳了下去 可没想到 那些死尸居然就围在水塘边 根本不敢下来 她顿时嚣张地对着岸上死尸 比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 并且使出了沈腾的那个经典语义 傻比们 你过来啊 说完之后还放肆地大笑起来 可下一秒 她的表情突然变得和便秘一样难受 因为她隐约发现 自己周围竟出现一堆黑乎乎的思想 就像女人的头发一般 她心里顿时有一万头草泥马狂奔了 果不其然 突然水里传来一股力量 就把她往水里拖去 她赶紧大喊救命 虽然知道这并没有什么乱用 但出于求生本能 她还是大叫起来 就在她感觉自己 马上和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时候 突然 一双大手拉住了她 然后一把将她提了出来 等她缓过神后 猛一回头 就看到一个身穿白大褂的青年 看着自己 她这一瞬间仿佛感觉 这名男子是无比的耀眼 不愧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于是她赶紧哭诉着 对青年说自己遇见了心事 并且水里还有水鬼 可等说完之后 她回头一看 对岸那里空空如叶什么也没有 就连湖面也平静地没有一丝灵异 可那青年听后 直接哈哈大笑起来 看起来并没有将富阳 说的那些话给当真 还说自己当了快十年医生了 可从来也没有听过校医院闹鬼 然后便让她别想太多 快回去换衣服不然就感冒了 听后富阳一想也是 对青年到了邂逅 便飞快地朝门卫视跑去 不过她不知道的是 当她的背影快要隐没在黑夜中时 青年的笑容渐渐地收敛了 然后变得面无表情 随后扭头看向黑漆漆的死水浒密 露出厌恶神色轻声说道 师兄 一定要把争斗扩散到凡人身上去吗 另一边 等富阳回到门卫处后 惊魂未定的 她直接将衣服都脱了下来 只留了一条小奶奶防身 以防后半夜再出什么妖蛾的事 不然自己就要裸奔的时候 随后便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等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床头手机突然响起 等富阳刚睁开眼睛 就看到一张脸出现在自己床边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思维还停留在昨晚的她大叫一声 鬼啊 顺势就是一拳打了过去 随后只听一个愤怒的声音响起 富阳你在干什么 执行时赤身裸体的睡大叫不说 居然还想打我 等她反应过来一看 竟是张主任 于是她马上道歉 并给主任说到昨晚发生的恐怖事情 可对方却面无表情 只吐出四个字 扯几把蛋 可无论她怎么说 主任都不相信 更是说到既然这么恐怖 那你就别干了 稍后我把一天的工资给你结了 你走吧 听后富阳心想 你马这主任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难道不是应该先安慰我一番 然后继续鼓励我干下去吗 可以想到家里那只可怕的女鬼 她顿时就尾了 只能露出讨好的笑容 主任 我就这么一说 活我还是愿意干的 我先走了 后天晚上继续来啊 听后主任这才将衣服扔给她 衣服穿好 别跟个变态一样裸奔出去 随后哈欠连天的富阳 吃了几个肉包子之后 就回到出租屋 可刚进去 她就看见女鬼董维可的牌位 正散发一股烟烟 她不由小心翼翼的朝卧室走去 可刚越过牌位 就听到背后响起一阵懒洋洋的声音 小弟弟 要不要和姐姐一起吃早饭啊 她浑身一激励 差点没把尿给吓出来 随后僵硬地转过头 用尽全力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女王大人 您在家呀 但等她刚回头就发现 今天的董维可警 变换出一套牛仔热裤 她身高有一米七左右 该凹的地方凹 该翘的地方翘 短短的牛仔热裤 完美地勾勒出她几乎完美的身体 一双大长腿让人想入飞飞 这腿我能玩一年 我不 玩一辈子 不过她心里马上泪流满面 约了狗啊 我怎么三番两次地 对这个女鬼有了非分之想 难道我就是个变态 只是以前一直没有发现吗 而这时的董维可 也发现了她的不对劲 小脸不由地一红 然后一声爆喝 你是在意淫我 好大的胆子 这个男人在家中养了个女鬼 并且看到女鬼性感的身材 她的小弟弟还起了肺 这被女鬼董维可发现之后 她直接一记飞脚就踢了过去 随后只听一声惨叫 富洋就到飞了出去 摔在墙上摆出个大字 可随后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个鲤鱼打挺就从蹦了起来 然后露出一副讨好的神情 女王大人 而刚准备回到排位里去的 董维可眉天一周 故意装起凶巴巴的样子 干什么 富洋犹豫了一下 一咬牙还是说道 女王大人 既然我为您服务 那是不是得保障一下 我的基本安全了 董维可听后一愣 然后把修长的大腿撬了起来 摆出个撩人的姿势 说吧 有什么事求助本女王 于是富洋就把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然后努力装出可怜巴巴的模样 女王大人 你看你法力高强 能不能想个办法 要么去跟医院里 那些鬼兄弟鬼姐妹们打个招呼 听后董维可翻了一个白眼 去你的 但过了一会之后 她手中突然冒出一股火焰 我给你留一道鬼气 到了真正的生死关头才能用 但有没有效果 我不负责 富洋一听心中不由大喜 心想这女鬼 肯定是属于鬼里面很厉害的 她的鬼气 肯定好用 随后只见董维可一台千千玉手 一道红色的流光 从指尖射出钻进了富洋的眉心处 她只觉得脑袋里 有一股酥酥麻麻的感觉 顾尤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那力量就好像打通了她的任督二脉 并从下面爆发了出来 这股力量冲破了任何阻挡 仿佛只要一点点心火 就能瞬间爆裂出来 等过了几分钟 富洋吸收完这股力量之后 董维可打了个哈欠 伸了个懒腰 白色的T恤瞬间露出了她精致的小蛮腰 再次显示出几乎完美的身材 富洋顿时觉得心跳都漏了几排 瞬间只感觉身下一股热血就要冲出 直到董维可消失之后 她这才按耐住了自己心中那股心 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她职业的时候都风平浪静 并没有发生任何的灵异事件 直到一个星期之后 正在出租屋里睡觉的她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等刚接听 电话那头便传来一个惊恐的声音 富洋 我是老赵 不好了出事了 狗子的女朋友孤独死了 两名女大学生深夜入住学校附近宾馆 第二天其中一人竟离弃死亡 并且死相极其惨烈 而这名惨死的女生正是富洋兄弟狗子的女生 为了查明事情真相 她便和另一名兄弟网照 找到了昨晚和狗子女友睡一个房间的台湾女生同学 由于发生了命案 学校在校职工宿舍给她安排了一个房间 还专门调拨了一个年轻的女辅导员陪 于是两人根据学弟女友那里问到的门牌号 随后一张清秀的脸出现在两人眼前 然后一种像二次元里的蒙昧指声音问道 同学 请问你们找谁 随后两人赶紧自我介绍 并表明是来慰问一下台湾的婷婷同学 听后美女辅导员马上蹦蹦跳跳的进去 婷婷 有人来看你了 富洋和老赵对视一眼 都觉得这个辅导员咋这么活泼可爱 等两人进入房间 他俩就看到沙发上有一个身材高挑的女生正在看电视 听到美女辅导员的喊叫她就转过身来 看了富洋和老赵一眼 很警觉地说道 我不认识你们 如果是打听昨晚的事情就去问警察 我把知道的都说了 但等他说完之后细心的富洋却发现 婷婷说到昨晚的事情几个字时 脸上明显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奇 下一秒 富洋突然扑通就跪了下去 就连一旁的老赵都没反应过来 还以为他见到大长腿的妹子就腿软 正要一番嘲讽的时候 突然也被富洋一把拉了下去 他瞬间看到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顿时便明白了富洋的那番举动 心里顿时感动万分 这瞬间把美女辅导员和婷婷搞得一脸猛逼 怀疑两人是不是神经病 而这时 两人仿佛细经附身一般 大哭着树说着兄弟狗子现在的状态 那精湛的演技瞬间让一旁的萌妹辅导员听得直抹眼泪 实在是太感人了 没想到那个叫狗子的对独独感情这么深 婷婷 既然这样 你就把昨晚你看到的告诉他俩吧 于是婷婷没有办法 只能点头答应了 开始讲述起来 昨天晚上 两人一起玩到十一点多才结束红爬 因为相反的年纪和爱好 短短一周婷婷变和嘟嘟成为了好朋友 当晚聚会结束两人回到房间并没有立刻睡觉 而是躺在床上聊天 直到十二点之后两人才睡下 可奇怪的是 九月的江城并不算了 可婷婷却感觉到凉嗖嗖的 她顺手扯过脚边的被子的自己裹成个粽子 这才睡了下去 可到了凌晨五点多的时候 睡梦中的婷婷突然被一阵古怪的动静给吵醒 刚开始 她还以为是独独起床上卫生间 可后来发现不是 因为有低沉急促的喘息 伴随剧烈的扭动和挣扎 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两个人在运动时发出的声音 她试探地喊了一声 可却没有得到回应 并且那动静越来越大 她有点害怕 便起床打算开灯查看 但按下了按钮灯却没亮 她顿时有些慌了 只能凭感觉找到应急手电 等她快步走到独独床边 用手电筒一照 灯光下便出现了一张发青的真名恐怖的脸 顿时将她吓得大叫起来 但随后她便发现 那张脸居然是独独的 并且此时的独独双手拼命地在宫中胡乱挥舞 双脚乱灯 把被子床单全给踢到床下了 而且双眼圆着 还能看到里面条条鲜红的血丝 嘴巴长得老大 脸上的表情非常扭曲 显得极度痛苦 让婷婷莫名想到离开水剧烈挣扎的雨 这是人溺水时候的反应和表现 婷婷在台湾是游泳课厂生 还参加过全台大学生运动会 得过游泳比赛亚军 对水非常熟悉 一看到嘟嘟的模样 就知道是溺水了 可问题是 现在嘟嘟是睡在房间里面的呀 而且下一秒 她发现嘟嘟进一种奇怪的体渍 慢慢向她爬来 看到这个恐怖的场景 一旁的婷婷赶紧打开门跑了出去 然后去前台叫值班的服务人员 可当几人赶回房间时 发现刚才怎么都打不开的灯 居然自己亮了 而且嘟嘟已经双目圆睁 表情争灵恐怖地死在了床上 并且她的尸体浑身都湿漉漉漉 好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一般 整体呈现出一种人溺水死亡的状态 身下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一大滩水 把床单都给浸透了 随后不到半个小时 警方就赶来封锁了现场 当婷婷讲完之后 整个职工宿舍里一片安静 跑半天富阳才重重地喘了一口气说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嘟嘟是躺在床上 被看不见的水淹死的 婷婷点了点头 然后她又问道 嘟嘟在睡觉之前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听到富阳这么一问 嘟嘟马上就陷入了回音 半分钟之后 她才嘀呼一声 我想起来了 睡觉前确实有一件怪事 差不多在墙上的挂钟 敲响十二点之前两三分钟吧 因为我们没关窗户 就飞进来一只黑色的鸟 站在窗台上怎么都赶不走 后来嘟嘟就走过来说她出零 可奇怪的是 当她走向那只鸟时 便和那鸟嘀嘀咕咕说了些什么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感觉嘟嘟变得有些烦躁 直接一把就将那鸟扔了出去 然后砰的一下关了窗户 说睡觉了 等到婷婷说完 富阳顿时若有所思 这的确是一个疑点 只不过却没办法作为突破口 毕竟就算那只黑色大鸟有鬼秘 但现在也没人有办法去抓过来 随后富阳又出言安慰了婷婷一番 便和老赵出去了 狗子女友的死 现在已经确定不是平常的案件 这背后一定有着恐怖的真相 不然校方不会严令封锁消息 就连警方也高效封锁现场 甚至不准多余的人查看尸体 因为只要稍微有点常识的人 就能从赌赌的尸体看出是溺水的王 大晚上在自己房间床上溺水的王 要说这里面没有鬼 鬼都不信 可就在这时 富阳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等他拿出一看 来电显示是神棍黄 富阳顿时大喜 一拍脑门 心想最近真是晕头了 怎么把这个家伙给忘了 神棍黄也叫阿黄 富阳发小 真名叫黄冷硕 感觉很文明 也很酷 可实际上 这家伙就是一个逗逼 而且还是一个喜欢研究些神神鬼鬼玩意的逗逼 他和富阳都是一个镇上的人 据说从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 就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道士 只是后来打到牛鬼蛇神 反倒他爷爷那辈就断了 到他这儿 阿黄决心要恢复祖辈捉鬼人的荣耀 于是 这伙从小就跟着香港僵尸片里 学一些所谓的符咒法术 也是因为痴迷于这些符咒法术 没能考上大学 高中毕业以后就带着几千块钱 独自去深圳打拼 发现原来越是大城市的人越信这一套 索性就在深圳开了一家算命看相破灾忘的点 生意竟然非常火爆 还赚了不少钱 而这时 电话那头传出一个蓝洒的欠点的声音 等到几分钟电话挂了之后 富阳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和希望 因为自己这个发小居然来到了江城出差 不管怎么说 这阿黄鼓到他那些神神鬼鬼的符咒和法术那么多年 不指望他能打得过董维可那个蛮不讲理的女汉子 但至少帮忙调查一下狗子女友的死应该问题不大吧 18岁花季少女离其死在宾馆 一同入住女孩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而且过后几天还有女孩以同一种方式死亡 警方调查发现女孩都是在床上溺水而亡 可是人怎么可能在床上发生溺水 于是富阳只能找来神棍发小阿黄寻求帮助 经过查看酒店监控 很快画面上便出现了两个说笑的女生 正是昨晚入住酒店死亡的女孩 而这时一旁的阿黄也说道 根据经验凌晨三点一般是鬼物活跃的时候 直接把进度条拉到那个时候看来 随着鼠标快进 时间很快便被锁定在凌晨2点58 这个时间的宾馆走廊死记无人 光是从黑白画面看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气息 而这时阿黄突然伸手一直走廊尽头的电梯 只见他指的位置 画面中的电梯数字正在飞快地跳动 也就是说有人从楼下坐电梯上来了 可等电梯叮咚一声打开的时候 里面竟是空的 这顿时把一旁的老赵吓得大叫起来 而阿黄的脸色却越来越黑 不对 电梯不是空的 说完一把将富阳和老赵两人一把拉开 然后双手一挥 啪的一下在胸前合拢 痴妹亡俩 天地无矣 现 随后只见一道肉眼可见的柔和白光 居然从阿黄的手掌里射出击中了电脑屏幕 然后那监控画面上便出现了恐怖的阴影 只见一个浑身黑色衣服 黑色长头发拖到地上的女人 正在朝摄像头的方向一步步走过去 而且湿漉漉的 拖到地上一走廊都是水 只有袖子里露出两截惨白惨白的胳膊 明显是被水泡都发白发胀了 看起来无比圣人 老赵吓得头皮发麻 双手紧紧握成了拳头 差点没跳起来 看着监控画面里无样恐怖的力 阿黄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谁演尸 你们大学里面咋会有这种东西 而被阿黄称为谁演尸的那东西 静慢慢朝着 听听合赌赌注的房间走去 然后做出一个张开嘴巴的动作 一条15米长的大蛇竟伸了出来 如同毒蛇一样灵活地在门前盘绕 最后变得又长又细 居然钻进了锁孔里面 随后只听喀的一声 宾馆的门开了 湿漉漉的水眼尸 进入了两个女孩睡着的房间里面 接下来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摄像头拍摄不到 但随便脑补一下也就知道了剧情 看到这里 电脑屏幕前的三个人 除了阿黄还比较淡定 老赵和富阳直接被吓得直冒冷汗 好半天 阿黄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次麻烦大蛇 能弄出水眼尸的玩意儿 那起码也是鬼将的境界 人死亡之后都会变成鬼 但其中大部分的鬼都是无害的 在世上徬徨几日 也就正常地去地府 但也有极小部分 因为种种原因停留在人间 不愿意离开的 变为利鬼 这种鬼就有害人的能力 而这种鬼也有不同的统计 一般的叫做鬼眼 厉害一些的叫鬼兵 再强的就叫鬼将了 到了鬼将的地步 就能够驱使其他的利鬼为自己游 本来鬼眼这种级别的利语 我费一番功夫也能对付 但问题就在于 谁眼时时没有智慧 更接近动物而不是人 可现在却是有目的的杀人 背后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控制他 不是法力高强的妖道就是鬼将 无论哪种情况 都要我豁出命去对付 而且一旦有这种玩意儿 不出手阻止的话 还会有更多的人会因此死 傅阳和老赵听后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想到事情居然会这么严重 于是三人商量了一番 便决定去案发现场 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等过了一会之后 三人跟随刘警官的带领下来 到404房间的门口 傅阳想象了一下 前天晚上那时眼尸 就是站着门口 用舌头开门进去的 顿时觉得浑身发冷 也许是心理作用 等他刚一开门 屋里竟有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 阿皇的神情顿时严峻起来 然后取下手腕上 带着的一条手链握在手中 嘴里突然念叨了一阵急促的阴景 随着阿皇急促的声音 他手里的手链居然呼拉一下 自己飞起来寻在了空中 随着阿皇的手指挥 在房间中到处飞来飞去 好像自己有了生命一样 终于 他在窗台上空的位置停了下来 阿皇表情一松 果然有戏 等他跑过去一看 只见窗户的缝隙里面 竟有一片黑色的鸟羽毛 和一条水草 应该是那谁掩饰身上留下的 看来杀掉女孩后 他应该是从窗户出去的 阿皇探出头往窗外探了看 后面就是一片树林 然后他回头问向傅阳 前面这片树林里面 有池塘之类的积水冲 傅阳听后一愣 树林里面确实有一个人公土 好像当初将城市建立之初 就已经有了 听到了他的回答之后 阿皇顿时感觉 那谁掩饰很可能就在那湖里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刘警官的电话 却突然响了起来 只见他接起电话之后 脸色突然一变 什么 又有学生死亡了 而且也是在睡梦中溺水而亡 这消息一出 阿皇觉得该行动了 毕竟拖的时间 很快三人便向林场出发 走进那片林场原本温暖的阳光 瞬间消失不见 温度与外界相差了速度 不止甚是诡异 没有多想 三人继续前行 很快便来到了灵星湖 刚到灵星湖阿皇便发现了疑点 忽然抬头看向槐树 眼中满是惊讶之色 哪个疯子在这阴气这么重的地方 种这么多槐树 如果不出鬼 那才有鬼问题大了 槐子砸血木加鬼 槐树就是植物里的鬼 是阴气最重的 每个小区种两三颗就不太妙了 很容易招鬼 这灵星湖边密密麻麻 层层叠叠 环绕着整个湖全都是 起码有数百颗不止 这时的阿皇无比严肃 现在一切情况不清楚 这里的危险程度 远超我的想象 富阳不跟你开玩笑 你和你的室友先回去 身为主角的富阳 怎会轻易放弃 果断拒绝了阿皇 见此身后的老赵 也是义不容辞 当老赵开口那一刻 阿皇不乐意了 你和富阳不一样 他是主角 在这种情况下 佩爵强行作死的后果 就是领和饭 你懂的 此话一出老赵荒谱 忘记了所有的兄弟情谊 瞬间便逃离了现场 在老赵走后 富阳和阿皇诡异的发现 林中几百颗树 竟然没有一声鸟叫 湖中更是连一条鱼都看不到 就如同生命禁地一般 阿皇感叹 这是一处阴地 如果在机缘巧合 搞不好过十几年 就会变成养尸之地 得则 城市里的养尸之地 也是他娘的世界奇闻 严霸 就将自己的书包放下 同中拿出了符纸 红线 朱砂 墨汁 桃木剑 一地大公鸡 随后 取了一些大公鸡的血 以血为瘾 手持毛笔 笔尖如龙 动作无比丝滑 很快一张符咒 便出现在了阿皇手上 阿皇也不莫记 直接开始念起了咒语 急急如绿枝 请刺无微趣 瞬间飘飞的符咒 就向湖中心飞去 随后一头扎入水中 就这样一分钟 两分钟 只听吐通一声 符纸 终于从符中飞出 通过符纸 两人震惊发现 这符深度 竟然高达五十米 看着得来的数据 阿皇思考片刻 贸然下水就是找死 今晚我开个隐身符 在这里守住带兔 就这样 直到傍晚时分 阿皇再次以血为瘾 手持毛笔 画了一张隐身符 召唤出了一个隐身捷剑 又在隐身镇升起之后 看着金光大亮的 大阵负阳心中 大惊好厉害 震惊过后 鬼眼中还是漆黑一片 甚至咱们在大阵中 大吼大叫鬼 也发现不了 经过阿皇这么一解释 傅阳终于放下了 心中的石头 开始夸起了阿皇 就在阿皇享受 被人吹捧的感觉时 无面开始沸腾了起来 噗通一声 忽然伸出水面 下一秒那水眼鬼 赫然出现在两人眼中 只见那女鬼头发修长 皮肤毫无血色 脑袋360度旋转到身后 身子朝上四肢朝下行走 看着奔跑而来的女鬼 傅阳有些慌了 水上有什么东西 过来了她 越来越近了 我操她 怎么冲我们来了 就在傅阳快要哭出来的时候 那女鬼竟然静止 从两人身边路过 这时的傅阳才放下心来 她果然看不见 看着镇定无比的阿皇傅阳 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TM太尴尬了 看着远去的女鬼阿皇 拿起桃木剑 就想去解决那厉鬼 就在这时 一边突生一阵歌声 出现在两人耳中 来来来 割人头 割了人头拍皮情 就在傅阳阿皇 两人疑惑之时 水面上的女鬼 竟然停了下来 她好像发现了什么 这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会有一种 新鲜男人肉体的味道 傅阳看着站起的女鬼 眼中冒起了星星 刚才并未看清 全貌现在看清了 那身材 那大白兔那脸蛋 只是看着就有一种 打破物种相爱的感觉 这时候的女鬼 也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她好像能听到镇内傅阳夸她 但这并没有被傅阳和阿皇所看到 阿皇表示 别被表象迷惑 根据我上过了 不是 是 见过这么多美女的经验 你看她那脸一看 就是韩国回来的 那鼻子 那下巴 整个老了以后 会有后遗症 可丑了 看她胸挺的 不知道冲了多少龟胶 搞不好一生气就爆炸 没准就是这么死的呢 这一番话把女鬼搞生气了 陡然气势攀升身后 黑发狂舞 怒吼道 过分了吧 给我住嘴 我要你的命 严霸就向阿皇两人冲来见识不妙 阿皇也是不再犹豫 拿出自己的七星宝剑 就向女鬼冲去 几乎瞬间两人就拼在了一起 绝历期间 女鬼抓住阿皇的破绽一脚踢出 阿皇瞬间飞出数米 趁你需要你 命女鬼 趁着阿皇还没稳住身形 继续冲杀而去 看着即将冲来的女鬼 阿皇不装了直截 当之气将女鬼定在了原地 看中破绽的阿皇心眼神一凝 举起七星剑 就向女鬼杀去 势必要直倒黄龙 罪魁祸首水眼鬼出现 因为一具死与巨凶惹的女鬼 愤怒不已 随一便站在了一起 趁着破绽阿皇一箭刺出 刺了一声女鬼 便是一声惨叫 化作无数水滴 重新融入了湖内 见此富阳大惊 这是死了吗 此话一出 阿皇连忙警告到小心一点 果不其然怕傻来傻 但女鬼竟然转战向富阳攻击 他也知道 打架要挑软柿子 张开大嘴 就想做个核酸 富阳反应 也是极快在女鬼冲出的瞬间 便跳了起来 直接拱起眼睛 嘴中大骂滚蛋 直接拉起隔离 我识掉了 我靠 大皇你这法术不给力 不是说 罩子里面不会被发现吗 这时的阿皇阴 显得有些无辜 法证没问题 是其背后的鬼将 控制着镖子来攻击的 严霸提着剑 再次向水鬼冲去 一边向女鬼冲去 一边收到小羊 包里有糯米快点 图到手放 这玩意儿 虽然不是僵尸 但也麻烦 几乎瞬间 富阳和女鬼都 看向了书包 这时的女鬼嘴角 露出了邪笑 就在富阳动身之时 被女鬼头发一把绊了 阿皇见此 一线劈开了女鬼的头发 让其赶忙找药 接下来 神奇的事 发生了 还没等富阳找到解药发现 手指上的伤 竟然已经痊愈了 没有多想的富阳略带 观星看向空中 正在与女鬼战斗的阿皇 他真的不一样 那个被大家笑话 玩弄把戏的大皇 那个没考上大学 默默离去的大皇 每个男人心中 其实都有一个武祥梦 哪怕长大 有现实的压力 也是深爱心 现在这个长期 出现在了眼前 就在阿皇 与女鬼大战 输个回合之后 再次被女鬼抓到了破绽 一个鲤鱼打挺 将阿皇踢出几十米 眼看大战即将落幕 阿皇耍起了东西 伸出手掌 停战 你好你好你好 你有种 你有种在那里别动 你等死吧 你别等 你等着买棺材吧 这时的女鬼 早已看穿了阿皇的小把戏 因为她自大的性格 导致她并没有及时 去杀掉阿皇 而是想看一看 接下来阿皇葫芦里卖的 到底是什么呀 你给我等着 等我想一个法术 一会儿就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阿皇再次放出狠话 此话一出女鬼 开始自取其辱 哎呦 你好厉害 还能叫人家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说的 我都开始兴奋了呢 快来啊 看着正在嘚死的女鬼 富阳阿皇 两人不再犹豫 扭头商量了起来 富阳是不是快吓尿了 拿好这把剑 别让他注意 一会儿我去吸引他注意 你尿在这把剑上 我操 这是什么操作 你为什么不酿 酿上去 这还能用吗 富阳尴尬的骂道 阿皇见此 连忙劝道 别啊 我这不是有事吗 这跟武器附魔差不多 就一个字牢顶了 在阿皇的再三劝说下 富阳也不再犹豫 OK 交给我举掉之牢 在两人商量完后 阿皇负责转移注意力 富阳负责给七星剑附魔 阿皇拖延时放出的狠话 让水言鬼笑得何不容嘴 不多时一切准备就绪 拿着手中 附了魔的七星剑 阿皇心中祈祷 希望有日 随后向女鬼奔去 紧接着又以女鬼数字和一段 结果并没有出现奇迹 女鬼还是战胜 女鬼反应也是极快 轻松便躲了过去 虽然没有砍到 但覆魔七星剑上的童子尿 确实甩了女鬼一脸 就在女鬼疑惑之时 阿皇用起了激将法 别高兴的太岛里面 可是有佐料 准备找棺材白 此言一出那女鬼果然上当 害怕 你在里面下毒了 没看见 有这功夫 就算有毒 我也是百毒不清 毒药都是我的毒药啊 严霸便舔了舔嘴角的童子药 不自觉地发出身影 味道不错 你放了什么 磕下不久一遍突生 只见那女鬼腹部内 犹如一颗太阳般光芒大作 烧得女鬼 嗷嗷大姐 不多时 竟然将女鬼体内无数冤魂 全部烧出 随着冤魂的飞出女鬼 陷入了空前的虚弱 甚至战都站不稳 阿皇与女鬼的对战 也迎来了转机 抓住机会的阿皇 也不再犹豫 使用出了 自己为数不多的大招 只见其双手捂着剑身 便念起了咒语 看着正在施法的阿皇 女鬼 卯羞承诺 你我无冤无仇 为何要赶尽杀绝 我要吸光你的精血 带着无语伦比的愤怒 向阿皇冲来 这时 阿皇也已经念完了 所有咒语大吼道 急急如玉令之寝赐无微 瞬间分出了两个分身 很快 三人一鬼便 碰撞在了一起 穷途陌路的女鬼 在这最后一战 用出了所有力量 顿时两人周围金光 大坐土石横飞 看似两人攻击 惊天动地声势浩大 实则仅仅只在一瞬间 便分出了胜负 随着一声 不甘地怒吼 虚弱无比的女鬼 缓缓倒下 实力不弱 却无比自大 这便是她的死劫 看着已经死去的女鬼 缓缓化成水滴 阿皇不敢犹豫连忙提醒 富阳快跑 因为狗死了主人 马上就到 那狗主人不是一般的强 就在两人扭头 想要离开之时 好什么 大哥哥来陪我玩游戏 身后传来阴森且尖锐的声音 带两人扭过头去 只见一小孩 浑身散发着万丈鬼气 手中提着一颗人头 缓缓向两人走去 阿皇剑逃无可逃 也是豁出去了 用出自己平生最强招式 一枚真火剑 就像小鬼冲去那剑 散发出的光芒 好似要撕破日月山河 看着声势 如此浩大的一击 小鬼竟然毫无畏惧之色 只见其嘴角微微上扬 手臂一抬 挨将手中那颗头颅扔了出去 又要挡下那冲天一击 俗话说的好打狗 也得看主人 谁言鬼的死亡 只能预示着鬼将 很快来临 就在刚刚 阿皇一剑斩了你那女鬼 还没等 两人逃走 鬼将便显出了真身 无奈的阿皇 只好用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启动最强一击向鬼将斩去 谁能想到 鬼将竟如此厉害 仅用手中的随意玩弄的头颅 便挡下了阿皇最强一击 脱力跪在地上的阿皇好似 交代遗言般说道 一昧真剑 这是我目前最厉害的攻击 竟被他如此轻易挡下 富阳待会我拖住他 你自己逃跑 能跑多快跑多快 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知道了吗 这样我死也值 说完 站起身便想与那鬼 将在大阵的三本回合 看着不自量力的两人 鬼将笑了大叫着 向两人冲来 就在这关键时刻 阿皇扔出了四块石头 形成了一座法阵 将鬼将暂时困住 还没等两人逃出三米 鬼将便挣脱了法阵 就在两人震惊之时 一声破空声飞来 只听轰的一声 阿皇被那鬼将的鬼气砸中 到飞数十米不止 强忍着伤害带来的昏迷感 阿皇也不忘让富阳快点逃跑 要说阿皇比那女鬼少了一个层次 那么现在比那鬼 将少了整整一个次元 哪怕此时 富阳眼中饱含泪水无比碰巧 也不能留下 因为这样 他就会辜负阿皇的牺牲 顾不得流泪转头就向远处奔去 没跑多远 富阳一个刹车便停了下来 可恶我要是这么逃走了 我这也没意思 敢动我朋友 我去你妈的 老家让你这狗宰子 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地狱